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朋友介绍下海了 我加盟了中良集团在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 是彭丽国际集团 我做它的一个高管 是筹办大型的商场 我在广州筹建一家大商场 然后在沈阳筹建一家大商场 都是几万平方米的 后来我又到了北京以后就开始做职业经理人 是加盟了国内一个大型的连锁机构 叫百姓协议 规模当时也是挺大的 然后因为有了原因以后 我自己出来我成立了一个 因为十几年的经商的经验 再加上我的个性 善于思考 喜欢做一去规划 这是我个人感觉的特点 所以我自己就成立了一个 在北京成立了一个 营销管理策划公司 专门给一些企业做管理 做咨询和战略规划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后来我有一个企业 就把我拼 还是过去做它的 全国的一个大型的连锁机构 就是美容连锁机构的一个职业经理人 可以说 到了那里以后 我在那里认识了我的太太 然后在认识过程中间 后来我们做了一两年以后 我和太太两个就感觉 应该自己出来发展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自己出来以后 自己创业 那么由于这样有个什么条件 就是我因为做管理科 做了快十几年 我太太是一个拼命三能型的 是一个做经营销方面 是很强的一个抢手 所以我们两个的一个结合 可以说应该是强强联合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就 我们的起点就比较高 我们不像我们这个同类的这个 一些美容院的性质他们做 我们一开始做就是说 我就给我们这个企业策划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同的行业中间 我们我们这个企业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率呢 你怎么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竞争 如此激励的这个这个行业中间脱颖而出呢 是吧 我们当时才几家店 后来我们就讲虽然几家店 但是我们起步会很高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 我就定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也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去品牌 产品 营销 终端和学校 这样一个完整的这个行业的产业链 这样呢我们这个利润也最大化 然后呢这个这个管理虽然复杂一点 但是由于这是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强项 所以说短短很快时间 我们就做的就非常有一定的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规模 主要是 然后我们也这个和国内一家著名的营销策划公司合作 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规划 规划就是我们主要发展在中国的东南沿海 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 你比如说浙江啊 江苏啊 福建啊 山东啊 江西啊 这样的一些一个主要的一个一个省份 那么我们在这个发展呢 我们到了大概2011年的时候 就已经初具规模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也读了MBI 然后又读了MBI 和我夫人一阵读了MBI 所以在这读MBI的过程中间呢 就有当时呢 这个就是我们有个老师 是一个也是中国国内一个著名的融资专家 所以就讲你这个规模已经有一百来家店了 当时是一百来家店 你当时你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上市 你可以作为中国美容第一股 因为美容行业还没有上市 所以我们听了以后就很激动 就然后就经过方方面面的准备 然后就准备想上中国的创业板 然后就花了在一年里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后来有种种的原因感觉到 还是不适合 还是不适合 就在那两年的时候 我可能从2011年和2012年 就做出了一个精神的一个调整 重大的调整期 那个时候我也是可以说累的最后那时候现在 累出这个这个糖尿病出来了 就劳力过度 后来这个 后来就是到了12年13年呢 这个现在也基本上进过调整了 就是调整过以后 然后现在又进入了这个健康的发展阶段 我们初步的一个规划是想我们在10年内 能够再做到这个中国 和这个行业的前三强 那么目的想在全国能够发展 大概1000家 就是值一年所见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 如果说这个目标要是达到了 可能在世界在同行业中间 也可以趋之可数 这是我们的 所以然后我就讲过 那么我们要开辟国外市场 这是一个 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 决定着你的格局 所以说我就讲我们要 我要走出去看一看 我们走出去 所以我后来到了加拿大 我就进行做了一些很多的市场调研 所以我在加拿大也生产了一套化妆品 而且还在这里注册了一个品牌 当然这个还处在一个市运作的阶段 那么我们总体的方向 是向这个目标去挺进 这个里面 我和太太也可以说 在这个十几年的打拼中间 应该来说比较辛苦 辛苦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用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一个比喻 说给你听听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什么 我们就要这样的 起的比鸡早 这个吃的比猪叉 所以说这个就黑白不分 就黑白不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拥有我们之连锁店 连锁店遍布了将近四到五个省的 我们几乎我将近一年将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在车上度过 因为我们每天要赶到要视察所有的 因为这是指引店 不是加盟店 所以都要去调研去市场 去给他们做培训 我们这个行业的培训要求的力度很大 所以说就是每天的 我们我们要早在赶在他们的 还没有正式美容师 还没有上班之前 我们要赶到店里给他们做培训 然后然后呢要等他们下班以后 把顾客服务完结束以后 大概已经七八点八九点 然后又开什么呢 又给他们做培训 所以说我们是早的起 可以说早上起得比这个这个鸡早 为什么这样有的时候 吃的甚至比这家猪叉 这当然是一个形容了 就是因为我们走到哪里 因为要赶时间 要给他们开会 有的时候随便就在旁边 吃一个方便面 吃一个快餐 吃一个东西 是这么优质的 有的时候经常是在车子上睡觉的 然后感到把会开完 回到宾馆了 已经很深夜了 很深夜了 所以说我太太的身体也很差 后来我的身体等于说也很差 可能掩予这个劳力的程度 那么当然通过这一段时间的 这十几年打拼 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好的品牌 目前还是很受顾客欢迎的 这是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欣慰 一个欣慰 从您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您其实是一个非常性格上非常坚毅的人 非常能吃苦 而且很深谋远虑 我想到这个中国的有一首 有一个古语吧 天将降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饿其体肤 劳其清苦 增益其所不能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这对您这个锻炼这个思想 思想上的发展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我想请教您一下 您到了这个加拿大之后 会不会在心理上有一定的落差 在国内是这么知名的企业家 有这么大的企业 这么大的生意 但是来到加拿大 可能没有太多的人认识你 会不会有一个心理上的落差呢 一开始有 有点不适应 因为在国内整天到外面忙 就可能 用中国话叫脚都不沾地的 这个情况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 但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选择 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当我和太太在家里 我们在思考 到底谁去陪孩子读书 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但是既然人生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你就既要对孩子负责 要对这个家庭负责 所以是正高于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那么到了以后 以后我就给自己想既来自这安置啊 因为我们要调研加拿大的市场 我们调研白美的市场了 因为我们还要给今后可能会 扩大到白美这个市场里面来 所以说我就开始进行一些调研 在调研的空余时间呢 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 我突然就是通过阅读大连的信息以后啊 我就特别的感觉到 哎呀我青年时代的梦想 哎呀终于在这里有机会能够实现了 这是一直怀揣这个梦想 这个没有从政 这个从这个经商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我虽然没有从政 但是我可以把我对政治 对国家对世界对是和平的这些思想 哎呀终于能够静下心的能够梳理成 一个完整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开心啊 非常的开心 你比如说我为什么讲 想在这个我促成我洗漱的啊 去年这个洗漱的一个 2014年洗漱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2014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年份 因为2014年是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是吧一百周年 2014年也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年份 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 又出现了大战的这个前兆 比如说俄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危机 最后已经快接近发展到俄国和以美国为首的 白美集团的这个一个对策 那么可以进行是这个几乎到了千军一发子弟 那千军一发 那么在东西在亚洲这样是想 由于中国的势力 中国的崛起 这个日本呢也感到的危机 出处现在呢就是说中国和这个也就是这个中国啊 这日本引起了一个这个这个钓鱼岛这个啊 这个事件 引起了中日两国 差一点这个就是在钓鱼岛事件上面插枪周火 插枪周火啊 而且亚洲的这个军备竞赛越来越严重啊 那么在东东这样一个一直没有停息过的一个火药桶 你像RS的一种恐怖组织 发展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啊 而且军部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所以就这就出示我对这个世界和平越来感觉到越来越救星啊 对了 因为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精力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就想赶紧我要应该把我的思想 这个理成一本书提这个风险给社会 可能会对这个社会有点作用 特别说话呢就是说在2015年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因为在今年有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和中国抗日战争70周年 这样 这个这是今年2015年世界的一次重大的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实际上已经 上半年已经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这三百年在欧洲战场的这个庆祝纪念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以比如说苏联的5月9号的红场的阅兵 包括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纪念的一些活动 结束了 那么下半年实际上很重要的一口戏 就是重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中国9月3号的一个阅兵 包括12月13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重大的国际 这个纪日 那么这个活动会影响 会重大的影响 那么世界之所以 所有的各个国家都提出来 要对于隆重的纪念这样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 70周年这样一个重大的活动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告诫现在的世界这个政界们 或者就是要珍惜和平 珍惜和平 要杜绝战争 要一起合力来维护世界的一个和平 这个平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15年记得想把这本书出出来 实际上也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 可以说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 就是天下幸亡 匹夫有责吧 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个 这本书实际上如果能奉献出来 如果要是能对人类的和平 有一点贡献 这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欣慰 这是我的一个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么目前您的这个思想理论的一些成就已经集结成策了 在远期或者说是近期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就是我准备要和经常想搞一个就是 范世主和平思想论坛 这也是我最近到参加亚太一个是亚太经济领袖峰会和一些震惊的一些领袖在交流的过程中间 他们给我的一个好的一个建议 他就这样来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能够这个聚集到一些热爱和平 或者是在你和你这个思想有一点共鸣的一些人 包括有些反对的声音 都可以能够丰富你的思想 丰富你的这个内容 丰富你的内容 这是我的一个一个了 那么我现在已经通过第一线通一个博客 来这个来发表我的我的这个把我的一些一些新的研究的成果 不断的通过博客去这个反馈到社会上去 现在应该反应还是比较好 那么第二呢 我会把我的一些书呢 这个无常的奉献奉献给一些这个图书馆啊大学啊 例如说我最近到新加坡 我就把我的书这个赠送给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 那个李光耀这个公共政策学院啊 受到了他们的日理欢迎啊 受到他们的日理欢迎啊 当然我还送给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家图书馆啊 南洋大学啊 我在温家温哥华我还送给了这个本纳比图书馆啊 我还准备现在通过其他渠道来这个向一些送 当然我也送给了一些政经的一些名人啊 政经的名人啊 那么其目的呢 就是想让能够更多的人能够聚集到一起 来为这个世界和平能够这个发生 这样呢 因为只有发生的人多了 更多的人来维护这个世界和平 特别是一些大国的政治家啊 能够放弃成见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歧 为了一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实现这些伟大的理想 因为人类的一个永久的和平远远超过一些国家的个人 国家的个人的利益 这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这个平民也好啊 这个应激的一个责任啊 这是我认为我的我的余生是一个想作为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啊 方向啊 尽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吧啊 这也同时呢 也是说我想作为一个现在也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我想反馈给社会 我虽然做了一些小的一点慈善活动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我能习一本书 能够这本书对人类的和平永久和平 有一个很大的或者是推动的做了一个推动的力量 那么远远我捐一点点钱 可能这个贡献更大 这就是我的为什么想现在想集中精力 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讲 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良心企业家 因为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并不是每个企业家能够把自己 从社会上所得到的东西回馈给社会的 所以非常感谢您在一直致力于做这样一件事情 也希望您这个世界大同 世界和平的愿望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来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您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凰卫视